日本的观众 你们好 非常感谢你们来电影院看我这部死灵魂纪录片 这个影片有八个多小时长 所以在观看的时候会非常辛苦 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无法在四月份来日本参加在日本的电影院的发行 也就很遗憾地丢掉了和更多的观众见面的机会 关于这个影片呢 我们从2005年开始拍摄 然后到2017年开始在法国开始剪辑 2018年呢完成了这部影片 当时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题材的原因 我们在拍摄当中有很多的困难 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困难 所以整个整个这个故事在完成过程当中呢 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当然也有我拍摄的这些人物 他们当他们面对我的镜头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存在一点点的一些的压力 那么我只能是通过时间 一个缓慢的一个时间 慢慢地来来完成这个影片 所以当这个电影完成的时候呢 其实呢我拍摄的这些人物呢 大部分人物都已经去世了 他们没有机会看到看到这部影片 我觉得也很遗憾 但是我也对于我个人来说 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也付出了很强的体力 和很就是很多的能力 那么这部电影能在日本呢 顺利地进入电影院发行 我需要感谢法国文化中心 另外我也感谢 吴景女士的发行 电影发行的公司 我非常非常谢谢大家来看 《死离婚》这部影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